周立波宣布休战 王志安带回了证据 难道他怕了吗 周立波的儿子 案子想必大家都最大 在上一年的时候 周立波因为在持枪吸毒的案件 一直停留在美国 这个案子经过一年的审判 终于结束了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个案子因为证据不足 周立波无罪 案子判了下来 周立波回国了 刚刚回国的周立波 还没有歇下来 就被自己的第一律师莫虎 告上了纽约最高法院 周立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道自己会与莫虎 堂堂正正的对峙 周立波在后来并没有理会 莫虎的事情 而是将枪口对向的 自己曾经扶持的学生唐爽 并且在微博上发问 到了如今 周立波在微博上已经六问唐爽 并且公布了自己与唐爽的录音 事情到了如今的地步 唐爽终于坐不住了 在网上发布一片文章 说感谢网友帮忙 证实了这份录音是假的 之后周立波更是猛烈地攻击唐爽 唐爽忍无可忍 直接让警察插手了 看到唐爽的所作所为 周立波就接受了采访 说自己曾经送给唐爽 一块价值30万的手表 那块手表是自己的太太 胡杰在香港拍到的 看到周立波在媒体面前这么说 唐爽将这块手表的样子 发布在微博上 希望懂表的网友为他查证一下 看到这里 黄毅清坐不住了 也加入到里面 他根据唐爽提供的照片 型号 抢家 找到了这个表的价钱 这个表的真正价钱 是几千块到一万元 这下周立波被打脸了 在最近周立波在网上 发布了一篇文章 表示要休战 文章表示这是最后的声明 既然是总结 也就意味着这是最后的回应 我们在此声明以后 不会再回复此事 周立波真是怕了吗 为什么他要不再说此事